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当期问题无法到场 但后宫的几位康靶子还是悉数出席了 包括后宫 姨爸的婴落 复查皇后笑天使 还有浅飞和复衡 最精彩的是 大伙联手上演了一场演技攻略版幻乐之城 以复查皇后和乾隆的爱情为主线 略演了一首相当催泪的白月光 不得不夸娘娘们的演技全程在这吗 刚刚的 蛇是慢 不愧是TVB的台柱子 把百姓还言笑艳艳 板子一砸 瞬间泪光盈盈 在墓里 观众都被爱蛇这秒哭的功力惊呆了 皇后娘娘的戏演好的惊人 在一刀为剪的镜头里 一秒就能做到暴风哭泣 除了演技演技大赏 福利的还有番外剧情 让复衡和魏英罗的CP粉们 圆了一场大幻梦 这一段啊 复衣女孩们也就看了一百来遍吧 从这一对穿着喜服登场开始 复衣女孩们就悸动的在弹幕里打滚 这一幕 可是复衡的梦想啊 穿越千年 这一幕终于上演了 这颗躺洒的 堪比过年 观众席的妹子们 哭成一片泪海 得起CP中成倦属 真是今年收到最好的机械礼物了